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从小就喜欢二胡 直到退休时才真正把爱好当成本职工作 有一天早晨 三伯父出门遇到老友张大伯 顺便去张大伯家创个门 张大伯一直在说家长里短 以此解闷 三伯父看了看时间 尴尬地说 抱歉 我要去参加社区活动了 不能误了点 在我们身边有一些老人 站立不安 睡不踏实 吃饭不香 也没有爱好 不要带孙子 从早到晚要么抱着手机 要么在家里打盾 你要是遇到太闲的朋友 一开口就没完没了 他的话让你耳朵欺见 小说《羊皮卷》里写道 人真的忙起来 根本没有太多复杂情绪 人太闲才会把鸡毛蒜皮当回事 闲着是为了养精神 而不是浪费时间 别搞错了 有不良嗜好的朋友 花钱无度 看过这样的顺口溜 麻将你不打 没人和你耍 要想朋友多 大家一起搓 当下的潮流 似乎没有麻将就过不下了 老人们在一起搓一把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并且可借机会聊天 拉近距离 可是很少有人打牌不涉及钱财的 走进喜欢赌钱的朋友家的时候 他家一准有麻将 纸牌等 喊一句三缺一 楼上楼下都来凑数 牌局就来了 打牌就有输赢 赢了的人开开心心 输钱的人想要斑本 或者垂头丧气 如果你很心软就会连续输钱 好日子也会随着消失 喜欢不良嗜好的朋友 你也不必交往 一方面是伤害身体 一方面是浪费钱 身体不好了要去打针 就是花大钱的征兆 不要相信小赌遗情 小酒一杯乐悠悠之类的鸡汤 你的退休金其实是上半生的劳动所得 并不是谁送给你的 要好好珍惜 家里很脏的朋友容易得病 和小张同住一个小区的李大爷 每天早晨都会赶着两只鸭子 去郊区的水沟里嬉嬉 李大爷很爱农村的风景 无可厚非 但是他家的鸭子 一天到晚都像从梅堆里爬出来的一样 有一天 李大爷过生日 几个朋友来家里蹭饭 鸭子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让所有人的裤脚都留下了黑黑的灰尘 从此 李大爷家里 门庭冷落 安马席 养生思耀里说 凡有喜事之物不可纵口 当念病从口入 替然自省 老人要担心病从口入 衣服脏了洗一洗 但是身体病了是洗不掉的 去很脏的家庭里做客 会让你没有胃口 也会带来细菌 如果朋友家的猫猫狗狗都很脏 一准会吓你一跳 让你躲避不及 宁愿在家里吃白米粥 也不要端起很脏的碗 吃美味的鱼肉 喜欢挑刺的朋友 自讨没趣 冯梦龙写过一个关于王安石退休之后 乘船回家的故事 半路上 王安石把船停下来走上岸 想和附近的村民拉拉家常 有一位老人说 那个王安石啊 变乱了祖宗的规矩 导致大宋不得太平 王安石一抬头 看到墙壁上有几句小诗 高谈道德口玄河 变法谁知有许多 顿时 王安石浑身不自在 但是他忍着了 劝自己 宰相肚里能撑船 不要计较 人这一生 在职场奋斗多年 功过是非都有 如果朋友只是盯着你的反面 还常常挑刺 就会让你很不愉快 并且磨灭了你的功劳 你要是去喜欢挑刺的朋友家做客 一定是如坐针毡 不知道要退出去 还是要继续留着 耳边的风凉话 让你心都凉透了 穷得掉渣的朋友 怨声载道 有一天 小李和母亲去李阿姨家做客 李阿姨拉着母亲的手说 你给我评评理 上个月单位发慰问品 唯独少了我一份 还有 亲戚聚会 为什么我这个做姑妈的 不能做上席 我家侄子存款几千万 为什么不借钱给我儿子 显然 李阿姨的话 表示自己对社会和生活不满 哲学家黑格尔说 存在即合理 作为老人 应该把一切当成合理的 用心去理解 而不是抱怨 每天都发出负能量的声音 你就会觉得世界很黑暗 未来也没有希望 即便你每天拿着退休金 有吃有喝 也不会快乐 随着网络的发展 我们能够打开手机 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情况 如果你要找出阴暗面 那么你一天到晚都不会安宁 穷不是没有钱 而是心穷 作为老人 要早一点明白这样的道理 搬弄是非的朋友 避而远之 闲来无事之人 总爱八卦 张家常 李家短地说别人家的事 话传话总容易传偏 歪曲掉事实 因为人不是客观的 说话做事 总带主观色彩 不关自己的事 传话尚不能还原当事人的实情 更别提爱八卦的人 添油加醋 转述出来的二三首故事了 人的好奇心会激起对外界的探求欲 驱使人去讨论有趣的事情 来填补自己的无聊 但是爱八卦的人口没遮拦 早晚或从口出 身在职场的时候 人人都明白明哲保身 不要凑热闹这个道理 会尽量避免在背后说他人长短 给自己惹祸上身 但是退休之后 没有了这些复杂的勾心斗角 没人能威胁到自己的利益 好像说什么都无所谓了 要是这么想就错了 只要人活在世上 就避免不了人与人之间的纷争 职场勾心斗角固然是最可怕 但是日常生活中也会存在勾心斗角 哪怕只是酒肉朋友之间 老年人好像大部分都喜欢串门聊天 年轻的网友们也会用短视频的方式 生动地还原了农村老年人 围圈唠家常的情景 能将一个一年回一次老家的人 传得面目全非 虽然这是个搞笑的段子 但是确实 无论是在公园还是在村口 总有一群闲来无事的老年人 聚在一起唠壳 老年人多出去交流聊天 是没有问题的 有意身心健康 但是爱传是非的人 任何时候都该避而远之 总结 唐朝诗人唯应悟说 窗里人将老 门前树已秋 退休之后 你是家里的老人 但是出门的时候 你仍旧要拥抱大自然 要感悟欣欣欣向荣的景色 哪怕是秋天 也有落叶之美 人老了 朋友不在乎多少 有三五知己 足矣 如果一个朋友都没有 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的幸福 在自己的手里 你最好的依靠 是自己的小家庭 串门是客套 闭门是闲居 要懂得取舍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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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